賴 무엇inha defollow govern disciplinary青 alguna 亞洲主義是世界風球的星男 本日就是星期四,早前星期一 原本發射了 descending Х 但是最後天氣問題延遲了起 Slow 但是始终发射的窗口有限,所以都要尽早安排发射 这周四,大家也有看过直播 直播发射大概4分钟左右,最后空中解体 看你用什么角度去说,发射的角度和回收等 就算是一个失败的过程,但是就成为马斯克学齋 这次的事件有很多得着,包括当中很多数据的回馈 还有为什么,似乎工作人员上的士气不受打击 而且这次在某个程度上来说,都算是颇为成功的一次发射 究竟当中牵涉到什么呢,今天都会跟大家做个分析 大家记得首先按赞,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今天当然就由陈博来帮忙,陈博先生你好 你好,你有没有看法射? 我其实没有正式看过直播的,之后的连续 其实也挺兴奋的,因为这次其实有很多一些创举 在外国他形容这支是最大的火箭 就是最大的火箭 如果他这样说,首先他比土星5号更加夸张,陈博是不是? 这个倍数,我简单看其中一个参数 就是火箭的推力 他比土星5号多了7倍左右 哇! 如果你给一个数字,推力 其实推力你要看他上面那一节还是下面那一节 通常你看下面最肥的一节就是最大力的一节 就有一千万个牛敦 但是如果这次SpaceX这支星宿船 它是说7500万的数字 所以为什么说差7倍就这样去看 不只是看体积、高大和载到多少东西 载的东西大家都上去以百吨来做单位 就是设计那个载货量 所以这次它是最大的船船 令大家很关注 另外一个关注是它虽然是一枝很大的火箭 但是它不是一枝火箭 像以前的火箭那样用的 它现在的火箭尤其是SpaceX的科技 是可以拿回的 不是说整枝火箭扔上去天空 就没鬼了 它又不是这样玩 但是还是继续是SpaceX那种传统 你知道SpaceX那个射完之后 整枝可以整枝筷子插在地上 那种动作是它们的名字 它们是独家的 它们不单止在它们旧式的火箭上要这样玩 就是SpaceX原本是玩一些比较细致的 就是一个比较轻巧 但是它的推力也都很猛 于是就可以比较便宜地去射一些卫星上去 但是这次对它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要它们做这么大推力这么厉害的东西 是另一个project 它们原先比较擅长 已经在赚钱的那些是帮别人射卫星上去 但是无论是这些小型的发射 或者是接下来帮登月计划的那种大型 这次那种Starship这种火箭 它都是想做到可回收 最后整件事可以站在那里 这个就是可以说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得到 甚至乎连美国自己的官方都做不到 美国的官方他们有一间公司 就是他们成立了Locky Martin和波音 他们组织了一个联合的公司 但是如果你跟SpaceX去比 就是那个效率 看来好像SpaceX这边真的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无论经费或者投放和速度等的计算 都是相当值得投资的一个公司 其实从这里你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这次认为它的爆炸 不算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反过来很实在来说 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成功 但是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但是原来它是这种有系统计划的失败 正正就是它可以做到平靓正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所以这次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其中一个就是 The largest rocket ever 还有这次就是它的太空船 因为它上面我们说是星際飞行的一个载据 它算是一个星際飞行的一个载据 不是纯粹只是摆卫星等等 它未来是无论去月球也好 去火星甚至乎更远 马斯克也是拿这个星際飞行的目标 所以这次这个火箭的推动 其实也是对太空旅行一个标志性的影响 包括第一就是可行性 第二就是经济上的可持续性等等的东西 所以本身它这次的launch 有没有说跟以前的launch有什么不同 陈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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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本上有150吨的负载量 它本身是重很多的 但它实际上可以带多少行李呢 就是150吨 那150吨里面是什么呢 会有建立月球基地的建筑机器和材料 和能源装置 而那个能源装置很大可能 就是一个微型的核反应堆 那你带得这些东西上去 可以充电 有机器可以用电 然后就可以建筑东西 多数就就地取材 用月球上的砂石来建筑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 今次要知道这么大的火箭 那个目的 其实真是用来未来去用 它现在要赶紧一个进度 它要赶紧2025年就要去用 所以整个节奏是很快的 它昨天飞完爆了 那它要不要重新再起那支 当然不用了 它已经有另外一支起零了 在这里 在这里了 然后就根据今次的数据 修正哪里是最薄弱的环节 就把它再整理一整 它就说明几个月后会再射 所以你看到那种 败布复活的能力很快的 你如果看回以前太空总署那些做事 就是你一个计划 飞了爆了 第一件事是什么 有些国会议员出声 接着还在那吵 是否值得再继续搞太空计划 如果你再说挑战者一号 有死到人 接着就在那里又调查委员会 在你将所有的那些 这样的错误没列出来 没交代出来 你要跟纳税人说清楚这些东西 之后 你还没做这一步之前 你根本上所有计划 不能继续做下去 中间所有东西都要停下 这个就是既有的模式 就是你用一个国家的荣誉 来去 以及用纳税人的钱 你就背着这些东西 你就要有这样的信念 另外就是你的系统设计 你为了避免要这些东西 你就一定的安全系数要做到很高 这个本身是好事 但是在达到这么高安全系数的这个过程里面 就变得很免得失事 很多东西你可能overdesign overengineer 如果有做R&D的朋友 你会觉得太空东西有些overengineer 其实很正常 也不要说SpaceX没有这东西 他们有 但是他们就用回他们私人营运的模式 把这个过程加重 就是他现在私人公司 他就很用到一套 如果真真正正是有份做开发研究的人很明白 那种Fail Fast的那种策略 就是我宁愿那些东西 不是说各个部门好像要背着任务 一定要保证没有事 接着大家砌在一起没有事才可以上 搞得来很浪费时间 反而就是说 我已经预备了很多的环节 准备就是由那个实验过程之中 帮我很快找出最薄弱的 一二三四个环节 这个就是Fail Fast的这样的思路 就令到他那个 反而是计算的条数是自弱成本 但是我 其实这里不是什么新东西 我想如果有听众 你本身做开写程式 做软件的人 经常用这个方法 就是你写一个程式出来 你第一件事就让人试试用 做一个Beta版 接着再收回用家报告的心得 然后帮你找回中间出的问题在哪里 你很难去想象 你一下子就可以写到完美无瑕的东西 就算你真的尝试写到 但是你的开发时间成本 你会发觉是不符合商业效益的 所以在真真正正 今次去到这个工程管理里面 很有趣的是 因为它是私人公司 它自己承受了风险资本 它只是接受了NASA的合约 所以衰和不衰 这些事情 你发觉是不需要找到那些国会议员 来过问的 最后就是 然后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管理 自己承担了那些风险 成本的东西 但是他们就会想到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说 我把这些问题承担了 我已经预复了你 预复了你 我从这个糟的过程中 可以很快告诉我 谁是最薄弱的环节 我快一点打定了1 2 3 4 於是這個找錯誤的過程 最主要是時間縮短了很多 所以你見下一次試射 幾個月後 他現在拿了數據 所以他說拿了數據為之贏 說回跟以前有什麼不同 你會發覺他的任務性質本身不同 然後也是他的管理模式 如果你說跟NASA主理的探索計劃 那種營運模式也很不同 所以你會看到那種運用民間智慧力量 你會發覺就會多了一條路 SpaceX就是你發覺他那種自己可回收式火箭 那種過程自己去拿數據 自己去開發研究 我印象很深看過一條片 不知道Larry你有否看過 就是有人故意把剪接了 SpaceX的Falcon那種火箭 由第一次射了之後 整支怎樣爛掉了下來 中間很多次就是想他站在那裡 就好像一個嬰兒學走路 越來越碰 最後就成功 然後最後成功那次Elon Musk就很開心地跳起衝了出來 這就是他們那種研究模式 就是不停地去 不停地是由錯誤中累積數據 所以這個爆炸隊他們來說 當然 越遲爆 他們累積到的數據越多 但是他四分鐘先來爆炸 他們都累積到一定的數據 那麼現在我們看回這一兩天 就是我自己都開頭不敢這麼快去做評論 我起碼去把消息放了十幾個小時 看清楚大家公佈出來的資料 那麼你看中文媒體就沒有什麼 怎麼去解釋給你聽中間那四分鐘發生的事 以及這四分鐘我們能學到什麼 那麼我當然不是在基本上做 但是我可以嘗試一下 一會兒就用我自己的觀察來講一下 其實這四分鐘他看到什麼 以及問題的精結大約在哪裡 那麼會不會正正就是後來他們公佈這些事呢 看看我們猜不猜中呢 好啊 還有真的看到這次的開發隊伍 就是研究人員他們的感覺就第一好像開派對似的 一直都是很興奮的狀態 連爆炸那一刻都歡呼的 你看他們 是啊 真的 這個我想同一個例子 我們如果中國人去做這些 或者亞洲人做的那些很神情形重 你只想看美國也是 當時你看美國那些計劃爆了 大家都是呆了的 那個樣子 是啊 現在我們要嘗試理解 究竟為什麼SpaceX的人爆炸了還這麼興奮呢 現在是 他們像玩具那種感覺的 你覺得 像玩具爆炸一樣 但是中間都好像很享受的 當然我相信 剛才陳老師說的那樣東西 他們要 fail fast 反而就是 一路是 try and error這件事 將它用到極致的 事不停錯 用錯的情況是可以很高的 但是最重要是快 以及你要 within schedule 去做那件事 就是那個project management 那裡要做得很好 這個budget也不要太out 接著那個速度又要是 within schedule 去做 我想這個是重點的 要怎麼管理這個project上 我想如果你說有聽眾自己本身做的那些 就是開發的那些行業 我想你會很容易明白 尤其是我覺得就算寫軟件的人就特別容易明白 你寫好出來讓人試一試 你的成本不是很高的 你如果真的有件硬件做出來 那你就要計算一下 那件硬件毀滅了成本 更高的 還是我無限地將時間移到無限長 然後憑空想像究竟哪裡會出問題 那個開發時間 即是那個成本更高的 那就要計算了 但是我們很清楚就是 我們沒有可能用無限時間 視乎無限未知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去訂立某個位置 就是大約做到這裡 譬如說 你的推進器是否能點得著 好 點不著 將它紮在一起 放進去試 好了 你負責那個修正軌道的部分 是不是試過是work的 你認為是嗎 你認為是work的 好 放進去試 然後那個負責火箭分離的部分 你是否已經控制到它一定會做得到 是 然後有人覺得是就行了 那就去試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萬一那個火箭失控之後 會不會那個自我毀滅系統能夠成功著 你說可以嘛 那我們又放在一起試 所以現在就是大家都在心中 自以為可以 就組成在一起 放進去試 當然了 星期一的時候發現的問題就是 一個叫 就是它灌注火箭燃料之後 因為它的溫度很低 整個火箭引擎的部分 這些洞洞洞那些位置 如果有東西是冷了 硬了 塞了 令它的活性低了 彈性少了 那絕對會影響引擎表現 簡單點 你就算車也是的 你去到那些加拿大地方 冰天雪地那些時候 有時候燃油都瀝了的時候 你的引擎會打不著 所以有些地方就是一到嚴冬 冬天的時候你不要關車 你一一關車 你就要過完冬天 你才可以開車 所以這些冷了頭的問題 其實是骨頭痕的問題 往往就卡在這個細小的事情 那麼到了星期一 他認為想到一個quick fix 去改這個問題 放到星期三 即星期四左右的時間 就再射 那麼 大家都懷疑就是說 在一個最基本的程度 我認為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接著就去試射 所以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大家都有個擔心的就是 會不會未射就已經在發射塔爆了 這個是最壞的情況 但是如果它飛得起 那麼起碼我們就知道 現在就算一個這麼粗疏的過程 我們都可以做到飛得起 那麼之後呢 那個精力就擺去那個 最出事的那個位置在哪裡 那麼這裡我就開始嘗試說一下 那四分鐘發生的那個事 就算了 就算了 那四分鐘就開始了 就算了 就算了 那四分鐘就開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